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凱妮老師 非常開心又可以為你們帶來一集 邊騎邊公購的影片 我的媽呀 今天這一個Garage 這一個車庫非常的夢幻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老師今天要為你們介紹這一台 也就是全球限量2000台的 經典保羅款的經典 PawSmart 1000 LE 為什麼有LE這個字母呢 LE就代表Limited Edition 也就是說它全球限量 全球只有2000台 這是官方的數據 但是呢 其實我們知道的是 它應該是有2000多一點點 好不好 2000多一點點 沒有超過2100啦 但是就是2000多一點點 不過呢 PawSmart為什麼呢 是所有玩經典的這些車友當中 非常夢幻的異品 非常想要的一台摩托車呢 老師呢 今天就透過這個特輯 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不過 來到 老師自己好朋友的車庫 一定要看一下 它的車庫還有什麼玩具好不好 除了它這一台非常夢幻的經典 保羅經典以外 它有一台GT 不是這樣而已喔 除了GT以外呢 它有一台全球限量只有100台 真的是喔 講不完喔 除了它的全球限量的100台的這個經典以外呢 它有一台全世界只有96台的經典 老師呢 有機會呢 會一一的為你們介紹一下 不過呢 今天我們的所有的焦點 就放在老師朋友的這一台 PawSmart 也就是經典 2006年的經典 PawSmart 1000 LE 欸 講到這個車庫齁 真的是男人的夢想 為什麼 你看 這邊還有一台 老師的夢幻車款 什麼車 163 AMG 好不好 看桿圈就知道 欸 我們看一下錢包就知道 錢包 這才是真正的 163 Wagon AMG 好不好 非常厲害 除此之外 我們有人 它的燒包程度 不是只有擁有這些特別的玩具 除此之外 我們有人呢 這邊還有一台 哇靠 2012年的Lamborghini Gallardo 真的很帥氣 手排嗎 不是 不是就沒有架子 好 我們就只是挑過 哈哈 好啦 不過原則上呢 我們呢 今天呢 再次焦點放在 老師今天要為你們介紹 這一台 全球限量 2000多台的 Ducati PawSmart 1000 LE 這台摩托車 來 現在就跟老師上路呢 來去聊一下 這一台到底是限量什麼 到底為什麼大家那麼想要擁有一台 PawSmart 好不好 現在就跟著老師走 Let's go 好啦 現在老師上路了 然後呢 在此感謝我們呢 自己的好朋友 誰呢 你們應該知道 好不好 因為呢 這位人兄呢 在老師之前的特輯呢 常常出現 那麼呢 也是呢 老師身邊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好不好 那說真的啦 喔 有這種車子呢 可以分享啊 給好朋友啊 是一件好事 也是在做功德 對不對 所以呢 在此呢 跟我們這位好朋友呢 說 好啦 謝謝 直接 這兩天拿來過戶 好啦 不過呢 原則上呢 像老師呢 稍早跟你們說的 今天呢 我要特別的跟大家再次的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一台2006年的 Paul Smart 1000 LE 這麼這麼多人想要擁有它 然後呢 為什麼它有Paul Smart 或者是保羅 這一個名稱 老師呢 現在就來跟你們好好的介紹一下 不過原則上呢 我們先講一下 這一台車子大概的spec 也就是說 它的這一種整體的引擎配置 好不好 一樣跟老師那一台1000S 它擁有的是 992cc的引擎 一樣就是 採用 經典杜卡迪的L-TWIN引擎 雙鋼引擎 好不好 那麼呢 據官方所稱呢 這台車子可以產生 大概有 96匹的馬力 我個人是覺得 這一台摩托車喔 就是不管是老師的1000S 或者是Paul Smart這一台車子 他們的這個馬力 我覺得應該是不只96而已 真的是非常的RAW 而且呢 再加上呢 這個年代的杜卡迪啊 尤其是我們這個車館 完全沒有任何的所謂 ABS 或者是防打滑的 這一種裝置 所以呢 如果要騎這種車 我還是建議你要有一點 就是騎摩托車的經驗 你才會覺得說 騎起來非常的好操作 好不好 現在我們來講一下 這台車子喔 原則上它是在2006年生產的 然後開始發售 那2006年呢 除了我們的Paul Smart 1000 LE 這台摩托車以外呢 當然就是量產最多的 Sport Classic 1000 這個有沒有 Monopostal Monopostal版的呢 是當年呢 量產最多的 OK 那麼呢 大家最想要的 當然就是2006年的 這一台Paul Smart 那為什麼這一台摩托車呢 有Paul Smart這個名稱呢 我們一切回到1972年 1972年呢 杜卡迪有一個 非常的傳奇車手 他的名字就叫做Paul Smart 好不好 保羅很聰明 或者是聰明的保羅 在1972年的那一場 EMOLA 200的賽事當中呢 我們的保羅先生呢 為了杜卡迪 幫杜卡迪 贏得了非常厲害的獎盃 那麼也因為呢 那一場EMOLA的比賽 讓杜卡迪這個雙缸引擎的摩托車 文明大照 好不好 那為了紀念呢 我們Paul Smart先生呢 杜卡迪呢 特地的為了這個 Paul Smart呢 在1974年的時候 這個年份大概是1974年 如果老師講錯 再幫我糾正一下 在1974年的時候呢 杜卡迪幫Paul Smart做了一台 Super Sport 750 或者是750 Super Sport 我先操車一下 好 那麼呢 當年 1974年的那一台 750 Super Sport呢 基本上就是採用 現在 老師起的這台Paul Smart的所有的配色 應該是說現在這一台Paul Smart 完全就是照用 1974年的那一台750 Super Sport 整體配色 好不好 就是銀色的殼 加上這種湖水綠的車架 非常非常的帥氣 也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麼對於呢 那麼對於呢 很多人來說 第一次看到Paul Smart的這個配色啊 有的人很喜歡 但是有的人也非常的討厭 好不好 所以這見仁見智喔 那也因為呢 Paul Smart的這個關係 好不好 這位傳奇車手 Paul Smart這台車在杜卡迪的這個品牌 當下呢 當然就是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收場 那現在我們講到 老師現在起的這一台 2006年的Paul Smart 1000 LE 我們再次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LE 這兩個字母呢 就像老師稍早說的 LE就代表Limited Edition 也就是呢 它是限量的 那當年呢 我們的Paul Smart呢 是多限量呢 也就是說呢 它是全球限量只有2000台 不過呢 像老師剛剛說的 應該是有多做幾台啦 好不好 那原則上呢 如果是2000台的話 或甚至2000再多一點點 也是一樣非常非常的稀有 所以呢 2000多台的Paul Smart 在全世界來講 它算是一台非常稀有的摩托車 好不好 雖然呢 它不像2002年的這個 Mike Helwig MH910 那一台摩托車來的 就是說它有直接打在上面說 這是2000台的第幾台 2000台的第幾台 這台沒有 我們的Mike Helwig MH910那一台 它有打上序號 同學們想要更加了解 Mike Helwig那一台摩托車呢 記得在老師的影片上面 的這個連結去看一下 去瞭解一下 雖然這一台 它沒有在車子上面打 到底是2000台的 第哪一台車子 不過 它還是一台非常稀有的車子 也就是說呢 全世界只有2000台而已 好不好 所以呢 要擁有一台Paul Smart 基本上也是喔 要非常的努力找啦 不過我說真的喔 這一點我沒有在跟你後欄 你如果要擁有一台Paul Smart 的機率喔 比要擁有老師的小紅來的大 為什麼 因為呢 老師的小紅呢 據官方所稱 官方所釋出來的這個數據 老師的小紅 07年的1000S 它其實 全世界的生產量 差不多只有968台 因為你如果在網路上看 你要買一台Paul Smart 的機率真的大於 要買一台1000S來的大 好不好 所以呢 這就是其中一點 為什麼呢 老師在我上一支影片當中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用一台1000S 不過整體來講喔 老師還是比較喜歡 Paul Smart它整體的裝備 也就是說呢 Paul Smart那時候買來的時候 它的前叉 直接就已經上了 Allenster 那後面的避震也是一樣 欸 這邊有隧道 我們來測一下 來喔 Ready 這樣擋一下喔 1 2 3 Let's go 有人的這台Paul Smart 這台��營 哇塞 tau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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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鬆懷鬆懷 我跟你講 如果你說 男生是聽覺性的動物阿 沒錯 我們就是聽覺性的動物 只要聲音大聲 甜美好聽 我們就會絲搭搭 不要亂想齁 是流汗緊張的絲搭搭 好不好 講到有人的這台Password對不對 Password呢 他那時候買的時候 基本上呢 我看 他現在來幾台KTM 我們來跟他比一下 讓他知道我們路卡提不是好惹的齁 看他要不要玩 來來來 我們來跟他玩一下 我已經在追上他了 他好用力喔 同學你也太用力了吧 Oh my god Come on 他要跟我玩 白癡耶 你把快力什麼車啊 沒關係我們讓他一下 一個好玩的橋段 不過呢 有一次啊 我跟類似這樣子的人在騎啊 我看他沒什麼穿裝備 老師讓我穿裝備 我有一次啊 騎著我的Panagari 1199 突然遇到一台日系車 跟我玩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我就想說 林北騎1199 而且 我一看他的那個CC數 絕對比我小 哪個品牌 我不好意思說啦 不過就是日系車款 那路邊一直在那裡 要跟我拚了 你知道嗎 那我想說 我在Ducati 你也拜託耶 所以我那時候不怎麼想跟他玩 不過被他挑釁有沒有 我就真的跟他衝了 他就 一下子就不見了 但是呢 他就很努力的追 追到了以後呢 你知道他怎樣嗎 就一直在那邊操車 然後沒多久啊 我說真的 我發誓 我發誓 這是真事喔 真人真事 他就直接在我前面撞車了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那因為那時候啊 交通很繁忙 我真的很害怕說 我停下來幫他 我自己也會出事 所以我就直接給他 比個peace 就再見了 所以真的呢 玩車還是要看你自己的 限度在哪裡 也要跟別人拚到這樣 好啦 我們現在回到西雅圖了 那原則上呢 像老師剛剛在說的 就是說 我們這台Posmart 那個啊 LE啊 他的 一開始的setup就不錯 也就是說呢 他直接附上 All-inx 還有後面的 All-inx避震 給你 所以這是一個plus 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呢 附在Posmart上面的 這一支 前叉 他好嗎 其實不好 好不好 他真的是不好 沒有像我們一般 All-inx這麼回彈 回饋這麼的好 但是就是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直接裝在PowerSmart 或者是老師那台1000S上面 完全不用改任何東西 所以呢 現在在市面上最貴的 如果玩經典的都知道 最貴的改裝品就是 你如果可以拿到PowerSmart的這個 前叉啊 那個真的就是叫小 那在此呢 老師那不好意思跟你們講一下 我的兩台Sport Classic 兩台小綠跟小紅 它們的前叉全部都是PowerSmart的 所以呢 你就知道我真的花很多錢去改 我們再車一下 如果你問老師說 老師 你會不會買一台PowerSmart 我的答案會跟你說 會 其實我跟你講 我去年喔 你問我現在 擁有PowerSmart這台朋友 他就知道 我去年其實 差點買到一台PowerSmart 而且呢 前車主大改 改得非常的好 所有你想得到最貴的 它全部都上了 那時候我就要跟它買 而且已經確定了 也跟那個聖利亞哥的一個摩托車店 談好了 那 我最後沒買為什麼 因為 那那個禮拜一 我跟那個恰還那 銷售員說 欸 我會錢之前 你可不可以用個Facetime給我看一下 就是說 我想要看一下 這一台 我要買的摩托車 它的實照 就是說 你用Facetime 我要就是當面這樣看一下 齁 親眼看一下 到底整體狀況怎麼樣 對不對 他老兄不願意 你買氣氛就很壞 我就直接跟他說 你這樣一點小小的事情 你做不到 也不會花到你多少時間 你這樣子做不到 所以我就很不爽 我就請我這位朋友 去跟他講 結果呢 因為我這位朋友 他有一台摩托車是跟他們買的 結果 我朋友打去的時候 他已經賣掉了 哇 我真的是 超氣的 要不然老師呢 現在也擁有一台Power Smart 那以我朋友這種改法 真的是非常帥氣 也很騷 基本上他可以dechrome的地方 全部都消光了 那 如果老師用了一台Power Smart Oh my gosh 你知道我會怎麼改嗎 我會改得亂 會改得非常的騷氣 不過呢 有時候是緣分的問題 我雖然沒有擁有Power Smart 但是呢 我擁有兩台也是非常燒氣的 更不用說我的小綠了 對不對 老師的小綠現在基本上呢 在全世界各大的這種摩托車 的這種帳號啊 不管是IG 或者是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社交媒體平台當中 只要跟摩托車有關係的喔 老師那台小綠常常會被人家轉PO 我也沒有要求要他們轉PO 我也沒有跟他們分享說 欸 你要去分享我摩托車 是他們自己follow我摩托車的那一個IG 然後呢 就直接 喔 直接就把我轉貼了喔 不過原則上呢 這就是呢 大概喔 Power Smart這台摩托車 整體的介紹 那 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呢 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還是會希望擁有一台這個 好不好 那暫時呢 沒有擁有也沒差 因為呢 我們這位帥氣的朋友喔 他也沒在騎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他拿出來騎 也是幫幫他做做功德啦 對不對 大家都開心啦 好啦 我們現在來下一下交流道 好了 再次感謝老師自己的好朋友呢 這一次把他的Power Smart 這麼經典 這麼的限量的一台摩托車 借給老師 來做一下我們的邊騎邊公購的特輯 不過呢 有人的這一台 真的改了非常多很酷很酷的細節 他那時候呢 拿到這台車的時候 他就想說 要把所有的這種銀色的地方 除了車殼以外 所有銀色的這些零件呢 就把他dechrome 也就是說 消光喔 你看他這邊 也把他做成黑色 連這邊 有沒有我們的前 車罩 的這一個架子 也把他dechrome 好不好 那你如果不相信呢 我們這台Ducati Power Smart 是限量版的話 要看這個牌子 你有看到嗎 Power Smart Limited Edition 比較可惜的是 他沒有寫說 到底是2000台的第幾台 像老師剛剛說的 Power Smart 他直接來 就給你這個 Allens的前叉 那老師朋友的內管 他這個有沒有 內前叉管 他有改過 所以呢 整體就很漂亮 除此之外 你看他前面的這個擋泥板 也改成碳纖維的 還有他後面的這個擋泥板 他也是改成碳纖維的 有沒有 就帥氣耶 基本上Power Smart 剛買來的時候 是沒有這個風罩的 他的整體造型 跟老師的1000S 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呢 有人呢 他就想說 為了要就是仿照過去 Cafe Racer 過去Emola Racer 的那種味道 他就想說 弄個這個側車照 那為什麼會有16呢 當然就是 Power Smart 他自己的這個賽車號碼 非常非常的酷 老師很喜歡Power Smart 未來有機會 如果有看到好的價錢的話 也會處理一台Power Smart 起來 好不好 希望今天呢 你們會喜歡老師 為你們介紹Power Smart的這個特輯 那如果有什麼老師講不足的地方呢 再記得幫我做一下補充 好不好 這是看你老師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